我就把你们交上来的这个作业来谈一谈 大家一定要注意写作业的时候 千万别跑题 发现这有几个同学问题可能比较多 或者是在听课或者是读的时候 和这个课的主题 偏离的其他次要的这个问题 可能引起了他的关心 然后总是专注在其他地方去思考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真的 从这个课程当中学到益处 因为你的经历总是关注你平时所关注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整全的去了解这个课程的内容 所以透过你们的问题 有一些规律 有些人总问一些类似的问题 拿这个作业来说 我们谈的圣经的本质 对不对 然后圣经的本质是什么 那些特征是什么 圣经有什么一些特征 然后问的问题完全是跟这个本质没有关系的 而且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解答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像这个问题我们等神论的时候要讨论 因为现在我要解答你的话 等于浪费这个课的时间 然后神论的时候 我们还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也其实属于神论的问题 英文华的名字 可以论证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越过去不答了 圣经的明了性 有很多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 有时会情不自禁 怀疑神的存在 明了性起到什么作用 能不能解释一下 你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意思 圣经虽然明了 但是有些人还是怀疑神的存在 那么明了性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圣经很明了 但是他还怀疑神 是这个意思是吧 首先呢 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 明了性本身是指什么 圣经它有它的特性是吧 它是神的话 它启示给我们上帝的话 就它启示的这种结果来说 或者说这种形式来说 圣经本身的意思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说圣经里面 所有的意思都同样的明了 或者说有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惊世的时候 完全可以晓得它真正的意思 圣经它有它的难解的经文 有些晦涩的部分 但是它讲到明了性是说什么呢 是一般人只要透过一般的方式 我们去阅读圣经的话 圣经自己解释自己 圣经自己就可以显明它的意思 甚至严格来说 我们不需要经过某种特殊的训练 专家像罗马天主教 他们把解释权控制在教导教会 主教啊什么书籍主教啊 这些人特殊的神职人员 凭信徒一般的圣徒是没有权力读经和解释圣经的 但是我们说圣经本身是明了的 虽然牧师受训 他经过一定专业训练 使他更好地去深入了解和解释圣经 但是一般圣徒在家读经的时候 基本的一些福音的真理和生活的指导 用一般纯粹的方式去阅读的话 也是可以指导的 所以它不是指每一节经文都同样明了 但是它却告诉我们 圣经上帝用人类的语言写的 而且按照我们的文化写的 只要我们用一般的方式来读 圣经的意思本身是可以明了的 可以晓得的 这是圣经本身的特性啊 为什么我还会怀疑呢 上周我记得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人只要在这个地上活着 都会闪乎地去经历这种怀疑 即便信心很好的人 他也在某一个特殊的处境和环境 瞬间他也会对某一件事情产生 疑惑或者怀疑的时候 我也谈到了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从一种情感的情绪的信仰 进入到这种深入的扎根的信仰的过程 当中会经历那种疑惑 还有上帝让我们学习谦卑和破碎的时候 成圣的过程当中 故意放在让我们天昏地暗 看不见神 上帝好像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那种 好像上帝突然一下子 像我隐藏的那种情况 那我们就开始可能怀疑 这种怀疑为了成就我们更大的谦卑 对自己的软弱有限的认识 上帝可能会故意 不然的话我们总以为 你看我信心多好 我充满从来不疑惑 上帝说的话都阿门 然后对任何事情都抱有积极态度 我们就以为 我们真的是很超级的基督徒 比别人信心多好 但是有一天上帝把我们里面的恩典 先抽离 先隐藏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暴露出我们纯天然的 我也充满了疑惑 我瞬间就跌倒 面临试探也没有能力胜过 要顺从都是也开始迟疑 类似这样的 会有怀疑 气变真信徒也不可能 每时每刻 从信那一刻直到死为止 都是信心满满的 这种人不存在 这种人不存在 只要我们里面有罪性 有软弱 现在没有在不完美的 不完全的状态下 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一方面要认定 肯定这种现实存在 我们这种存在 本身就会出现这种 情不知尽的怀疑神 但是当然怀疑 还有分很多性质的怀疑 有些人怀疑是 怀疑上帝是不是要我做这个 要我做那个 是不是关于神的旨意的怀疑 有些人是对神存在 本身就怀疑 上帝到底有没有存在 上帝是真的 圣经里面说的上帝吗 还有些人是对上帝和我的关系 上帝爱我吗 上帝真的能救我吗 我这样的人 上帝真的愿意饶恕我吗 等等 不同性质的怀疑 圣经的明了性 我就不具体处理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是我 我们在谈 现在谈圣经 是不是 上帝的启示圣经 我们谈这种外在的原理 客观的原理 我们第七周的时候 可能会学内在的原理 谈到圣灵在我们里面 信心等等 这里面我们看到 圣经本身是明了的 但是我却怀疑 这个不管是我的问题 和圣经的问题 圣经还有圣灵的 我上周也谈到了 圣灵在我们 心里光照我们 使我们确信圣经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相信圣经 所以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能明白圣经 这个不是排斥和孤立于 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经本身是明了的 上帝并没有用那种深奥谜语 这个一般人也读不懂的 那种隐藏的文字 另一种语言 或者是深奥的 圣经是以这种 我们熟悉的散文 诗 叙事 什么故事 诗歌等等 我们都熟悉的这种题材 像我们显明的 圣经本身是 它关于救恩等等 上帝的旨意教导 这个不需要深入的挖掘 一读就可以晓得的 它本身是简单明了的 圣经自己内容 也是彼此互相诠释 也容易让我们读的 这是圣经本身的特质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明了性是客观的 我们怀疑是主观的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还需要什么恩典 圣灵的工作 基督教要义 第二十页里面 神只是彰显在 语中和护理中 今天的世界正常运作 也是神的护理吗 比如一年四季的 其实这个也是跑题了 让你读 基督教要义 是谈到神 那个 关于认识神的知识 是吧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护理 宇宙当中 护理上一周 我们其实也谈到了 这个问题 今天世界正常在护理们 当然 对不对 上帝创造 其实神论的内容 上帝在永恒当中的计划 和上帝在创造 护理当中的工作 是一致的 上帝心意当中的计划 这个计划最终实现 是透过他的创造和护理 再加一个特殊护理 就是救赎 上帝创造是非存在 存在了 使他以一种意念 或者是意识的 这种形态的 他的计划得以成型 要有光 结果就有了光 那从无 从神意念当中 智慧当中 设计的那种存在 不能说存在 那种状态成为现实 这是创造 对不对 然后神创造呢 不是任凭他 而是继续引导 干预 护理 养育 供应 维持 脱洗 然后使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 包括里面有人格的人 等等 包括各种生物 存在 向着神的方向 就是向着上帝 在创始之前的那个计划 终极目标学发展 其中包含着人的堕落 虽然这里面错综复杂的 各种相互的作用 人犯罪这种行为 也在神的护理当中 等等 所以知道今天上帝仍在掌管 因此我们说上帝是王 上帝是主 万主之主 宇宙的大主宰 他创造 万有都属于他 他继续护理主管 同管 护理当然持续了 上帝如果不护理的话 大家出门都要小心 因为那些司机都精神错乱 可能搞不好就乱闯轰灯 也不遵守交通秩序 那飞机在天上飞着飞着 可能就掉下来 鸟也是的 鱼可能也会 这个各种青蛙 各种 我们看到的在埃及的那种 食灾可能就会发生 各种秩序 半围都打乱的时候 人的生活也带来很多的不便 那个海浪 越过沙滩 冲上陆地 我们说什么海啸也好 然后山体开始崩塌等等 各种出现混乱的时候 地里面的水涌出来 天上的水降下来 各种秩序混乱的时候 所以我们接受的观念是 自然主义 我们在中国接受教育 一切都是自然 自然里面由它的物理的性质 和规律所决定的 所以才以现在这样 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留意 不需要发力 太阳仍然会从东方升起 虽然说地球自转 什么公转之类的 都会照常 我们把这种现象 发现这个几十年不变的 这种现象 我们就说它就是自然 自己就那么样 对不对 自然嘛 自己就那样 一种自主的 我们看不见神的护理 但是我们说 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 背后抽离了 这种位格的上帝的干预 其实我们透过圣经 我们就发现 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里面 的缺失 上帝今天仍然在护理 上帝如果不护理 我们晚间休息 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都不安心 为什么 心脏什么时候停止 我们都不晓得 当然我们平时生活的时候 除非有些特殊心脏病的肢体 可能会留意自己的心脏状态 一般人健康的不会留意 不会操心心脏会不会停 没有人会想 因为你不发力 你不注意它 它也在跳 血液也在循环 脉搏也在跳 对不对 所以这个背后都有神的护理 上帝如果不护理的话 各种秩序都会混乱 所以上帝创造的时候 赋予它里面的律也好 关系也好 但那种关系 继续维持 生命力 活力 都是需要上帝 持续喂养 去供应 扶持 引导的 所以不是就那么自然 独自的就那样存在的 是上帝背后护理的 四季的交替也是一样 这里面背后隐藏着一些规律 所以这种规律是因为上帝持续的 按照他的秩序护理的原因 不只是纯粹的 我们所在现象当中发现的规律 那个规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 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维持它是什么 对于圣经中难解或者争议的部分 我们需要如何做 哎呀 圣经中难解或者争议的部分 难解的部分就多参考 除了我们一般的解经的功夫以外 参考一些难解的那样的书 圣经难题 旧约新约 中文版的这样的作者也有很多 翻译过来也有很多 可以参考 虽然作者解释同一个 撒末尔记里面 那个扫罗 找教鬼的妇人招上来 到底是撒末尔还是不是撒末尔 这个有的人说是 有的人说不是 解释可能不一样 但是你透过他们的解释 他们有推理的论证的过程 来选择哪个相对更合理的 争议的部分 那你看这个是本质性的争议 还是肢结性的争议 关于三位一体 这个争议就没有必要争议了 你如果说我信的就是一体一 神体一味论 那你一端 那就是 有些东西到死也不能放弃 持守的 这是涉及到基督教核心信仰本质的 有些肢结的 你说我就相信 这个浸水洗 婴儿洗礼 我不接受 OK 不接受也可以 你不是长老会信徒也可以 不接受也可以 因为洗礼的形式 婴儿也好 成人也好 都有圣经支持 然后这个不是决定基督教本质的问题 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可以保留各自的领受理解不同 不必要因为这个产生分裂 这个就不多讲了 真言书当中和古代近东文化类似的问题 有人认为这个部分是引用这些文本 我们需要如何理解 这个就明显跑题了 你应该去问你们学习圣经解释 圣经诗经学 或者说 诗经学基本上处理是理论 不具体处理 然后或者说你们学这个诗歌书的时候 问怎么跑来问系统神学的老师呢 真言书当中 不管是真言书 新言也好 旧言也好 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 肯定包括读一些圣经参考书的时候 什么概论啊 圣经的一些研究的书籍的时候 包括注释的时候 他们越现代的注释 越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常常讲什么犹太的文献呢 或者说经外的文献呢 考古啊等等 越现代的诗经学 我们不说不需要参考这些问题 就是说他们会接受近现代的 一些圣经批判的理论 比如说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 他们认为圣经作者是由不同的材料 根据编辑而成的 这个编辑的过程很多幅呢 什么文本批判啊 什么编辑批判啊等等 他们假设圣经是由不同版 部分这样的编奏的 也的确是有这样的编辑的这样的痕迹啊 但是问题什么呢 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 但是一定要有个限 就是比起推测圣经如何形成 更重要的是圣经在说什么 现代年轻人 特别是神学生 在研究现代的圣经神学 或者圣经学术里面 不小心就被这些大家们给耍 给迷惑了 就跟着最新的潮流去跑 跑来跑去 本末倒置 回家的路上 我是骑摩托车 还是坐大巴 还是坐高铁 回来算了 浪漫点吧 我那个骑自行车吧 骑着骑着 迷了路掉了沟 回家是目的 但是他在过程当中 被勾引偏离了方向 结果失去了目的 上帝给我们是成形的圣经 比起我们探究圣经背后 发生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读 听圣经的教导 成文的圣经 终极版本的圣经 今天我们所谓的 虽然我们看到教父们 也做这种批判 圣经批判 我们说的圣经批判 不是那个保定圣经的批判 是一种研究学术方法 他们也发现不同的 抄本的差异等等 去这样的分析 抄本包括一些什么 编辑等等 但是他们不会过度猜测 像近现代自由派神学 去反神学所参 攻击基督教信仰所 产生的这种新的 圣经批判学 他们不把圣经当作 神的权威 他们只是把圣经当作 一般的书籍 是由不同的人编辑的 所以会有错误的 所以里面看到 这个历代志和猎王记里面 记载同一个事件 却记载的数据不同 所以他说 这是都是人编辑 不同作者 编辑出现的错误等等 都类似于这样 你如果根据他们的思路 去研究的话 最终一个结果 就是不信 为什么 圣经也不再是神的话了 而是一些软弱的罪人 粗糙地去编辑在一起 甚至引用什么 其他的作品等等 因此我们今天 在研究的时候 也会考虑 但是不会过度的 编布编辑无所谓 如何形成过程 对我们比起更重要的是 圣经的文字里面 记载了什么 除非你是就想否定自己 这个自杀式的研究 不是为了信心而研究 而是为了灭掉你的信心 毁掉你的信心 所以你研究圣经的时候 就发现去肢解圣经 发现圣经都是一些碎片 编辑起来的 结果你的信心也 发现圣经竟然这么这样 那圣经就不可信 然后自己最后也就离开教会 跟耶稣和上帝 撕一白白了 那这里面他说 会不会有 会有 我们之前也谈到 摩西在写五经的时候 不是说所有的资料 都是直接从上帝那指示来的 法板和绘墓建造的样式 材料 设计图 那是上帝给他的 但是他写创世的时候 摩西引用或者使用 他当时现存的一些词料 资料是有可能的 他学了埃及等等 一些的文化等等 当时的一些古代文献 他可能会引用或使用 这种可能是有的 不否证这个事实 包括其他真言书里面也有 而且再有就是文化呢 我们这些近现代的学者 有一些他们的错误的假设 就是特殊启示 是跟一般文化之间 是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阵营 实际上我们的启示观是什么呢 上帝的话进入到人类当中 而他进入人类历史过程当中呢 是用人类的话 甚至是使用人类的文化语言 不是用上帝的那种语言 上帝的那种意念 而是用人的那种意念 驴认识主人的草 牛认识主人的婆 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 婆人敬畏主人 儿子尊敬父亲 我的姓 我既是你们的父 我既是你们的主 但是尊敬我的 敬畏人在哪里呢 都是讲地上的事 你们出去撒种的时候等等 用我们熟悉的文化 语言 现象 这叫做启示的服就性 所以上帝启示 用真言书也好 包括真言这种题材本身 也是当时人类文化里面的 一种现象 对不对 那不是上帝的东西 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真言 那种形式 而是大家都是一些俗语 一些智慧 人生哲学 都是用这种真言 这种形式去保存的 所以上帝把他超然的信息 也用这种形式 而且里面内容 什么儿子 什么妓女 什么担保 撤签 都是人类生活当中现象 所以它是包含文化元素的 古代近东是 古代近东那个地区 包括以色列人 都是生活在那个地区 那里面有一个一些 那个时期的文化现象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引用 或者说引用也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就像大家一样 大家写一篇文章 写一个报告 大家不都用中文写吗 那你说 你是不是用北京地区的文化写吗 废话 我是北京 我生活在北京 我呼吸着北京的空气 喝着北京的水 我当然 那有什么额外非要分离开来呢 我本来就在那个文化圈生活 我的思考 我的想法 上帝启示领导我的时候 我去写作的时候 当然包含着人的这个味道 文化的要素 但是上帝的启示和末示 确保了 除去了罪性 是不是 确保神的话语 神要传讲的那个旨意 是无误的 所以不是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提出这种质疑的人 他们背后的那些前涉都是非常荒诞的 然后我们去读了这样类似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跟着他们说 哇 好高深 我怎么也想到 你以为发现新大陆 其实渐渐的你就掉入了这种错误的研究方向 神学方法论里面 错误的方向 我们要知道这种方法 为什么产生哪些方面我们要适当的采 如果过激的使用这种方法 接纳这种前涉和这种方法的话 最终一定是摧毁信仰 不能建立信仰 保守派有些人完全拒绝 但是现在的一些学者保守阵营里面 也适当的去使用这种方法 但是他们也会保持安全线 那更稳健的是 比起追究圣经是如何拼凑成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圣经题材是什么 文本是什么 它的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不是就是作为听者吗 圣经的学生要寻求神的旨意吗 我们现在不是要寻求上帝说什么 我们是研究上帝这个音调有点高了 你这个音长也音节 节拍也不对了 上帝你唱的这个歌跑掉了 这个不研究上帝唱的什么 当然音乐和这个圣经还有些差异 信息内容和形式 虽然形式和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我们过度的追求 这个承载信息的器皿 甚至把器皿完全砸得稀碎 然后最后支离破碎 把信息本身也给毁了 所以这种研究的错误的方向 大家要注意 不必要太纠结 你要区分哪个部分是古代近东的 哪个部分就像等于把我们 哪个部分是北京的 哪个部分是我家乡的 当然这个是可以区分 对不对 你生活在北京 你受北京的文化 当然那个土生土长的北京 那个地区的 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 或者是一些特有的文化特殊 我当然就融为一体了 以色列人 他们是古代近东里面的一部分人 他们当然就在那里呼吸 思想等等 虽然他们是从大河那边度过来的 他们有一些独特的 西伯来的特征 和当地的人 这文化融合的过程上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当然他们写作的时候 当然会包括这个 甚至他也引用一些 什么诗 他们一些资料啊 数据啊 诗人啊等等 这个都很正常的 对不对 不必要非得把它剥离 哪个部分是古代近东 哪个部分是 好像是纯粹神的 没必要 上帝说话 常常用地上的话讲话 地上的文化 地上的词汇 用古代近东 包括古代近东这个概念 本身也包括以色列人嘛 生活在古代近东 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 把它剥离开来 没有用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一般传道人 更没有必要 你回家跟信徒说 哎呀 这个部分是古代近东文献 某某文献 好像我们很专家 其实 除非你是圣经学者 基本这个领域 你没有必要去关心 操那个信 知道有那回事就行 真正研究解经的时候 你真的去研究 你就发现 你虽然知道了古代近东文化 但是你没办法研究 为什么 不懂 你一是碰不到那些文献 第二 你读也读不懂 所以就图有一个 我知道 但是拿着这个骄傲 去说 说此 讲道的时候 你再讲的话 对教会没有益处 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 没必要浪费精力 在这个事情上纠结 纠结也纠结不清楚 为什么 同样处理古代近东文献的 不同的神学立场 他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 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涉及到大家 神学的方法和方向态度的问题 我接触去 前两年就接触了 国内一些年轻的一些人 他们所谓的强调圣经神学 就骂系统神学 我是系统神学专业的 我就笑 我就暗自笑 我说无知的人 你们所看求的 所谓的圣经神学 只不过是自由派 反对正统信仰 搞出来这个名词 然后后来正统派也在这样做 分科了嘛 我们学了神学的分科嘛 有那样的过程而已 实际上本来我们就不分 什么圣经神学系统神学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 哪有说圣经神学 就完全把系统神学 撇在一边 去自己可以研究 纯粹的文本 这种现象不存在 研究者本身 他有他的信仰立场 他在处理同样一个经文的时候 他也需要做出判断 这个经文怎么翻译 待会我们会作为例证 给大家解释 所以不要被这种现代的一些自由派的论调 或者倾向于自由派的一些学者的调调 给蒙蔽了 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新的神学知识一样 然后自己也模仿着那个样子 好像很高深的样子 其实我们已经落到陷阱里面了 自杀的行为 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自己摧毁了自己的信仰 原本那种有极的综合性的信仰 原本那种以文本内容为中心 你却窥探这个书的背后 这个纸张怎么样 这个胶怎么贴的 这个叶和那个叶怎么沾在一起的 本末倒置嘛 对不对 饭好好吃 摆在上面的 孩子就瞅着菜和饭发愣 你这个菜在哪个市场买的 这个菜怎么洗的 刀法怎么切的 这个菜里面包含什么营养成分等等 吃就好了 吃了就健康 对不对 你管他这个菜 你由热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放的肉啊 放的菜啊 放的香料啊 你研究那个干嘛 吃饭的人 饿的人就吃就好了 对不对 是吧 我们研究的是终极的文本 不是这个圣经形成过程那种碎片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了解圣经形成的历史 但是要注意 过度的追究那个过程的话 其实就否定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一定会摧毁你的信仰 这个是危险性 大家要知道 其实这个问题 我几乎每一次讲课都会处理 为什么 这是我们中国教会 现有的教会的这个现实问题 因为我们过去历史的问题 残留的问题 我们西方宣教是传到中国 无论是从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中国 这个政治上发 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等等 然后中国教会就和西方教会 这种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中断 在这个中断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在信仰上 在神学上 因为老一辈人像这个 像宋商节那一代 我们先不谈他的神学 王明道也好 之前的一代 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 那一代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去世了 而且他们留下的作品 也不是很多 然后再就是西方宣教是他们留下的 这个这些牧者留下的作品啊 等等 很大部分什么尼托生的 然后等等 一些 然后再加上封闭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老一辈人去世 新一代人就是形成了这种 我们所谓的直接读圣经的这种传统 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嘛 大部分除了这个官方的神学院 毕业的以外 大部分都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所以读经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乡村的 以前中国教会大部分都以农村为主嘛 城市为少数 然后他们有很多各样的不同的经历 感受 柔和在一起 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教会的传统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画法 或者是术语 没有规范的术语 所以常常说神告诉我 我们就感到毛骨悚然 这个圣经里面说耶和华对我说 那你说神对我说 我们要理解他这种说法 只是他表达他的那种 有一些灵派的肢体呢 他觉得他听见神的声音了 神告诉我说 那有些弟兄姐妹只是觉得心里有个意念 他就觉得神告诉他 他用这种不是故意夸张 但是平时又不严谨的习惯的表达方式 神对我说 或者是昨天做了梦 他觉得神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他就说神对我说 所以有的时候就用一些不够严谨的语言去表达 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圣灵的光照 或者是感动 或者他觉得是神的引导的这种不严谨 所以一方面要理解这种现象 为什么我们现在用语这么乱 第二呢 要耐心 要耐心 从规范用语 教会里面要你开查经班也好 开学习班也好 你去从最基本的一些用语去规范 慢慢的规范 耐心的 当然有些人就崩溃了 我信主这么多年 二十年信一辈子 你却否认神对我说话 等等 你去解释这个耐心的 我们现在要学经了 然后耐心去解释给他们 那种现象呢 我们要严谨 启示到底什么意思 现今的意思什么样 我们该如何去表达这种感受 更规范的表达是什么呢 等等 去装备自己 然后去教导给他们 每一个单词 每一个单词 每一个表述表述 包括我们今天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 做交道的人 小组聚会的会 组长啊 包括讲道的 我们在用 讲道时的用语 就是非常重要的 老一辈的那些基督徒 他们说法 其实多少都是 受自己教会的传统 比如说尼托生系统 比如说什么 徐永泽系统 我们发现国内 好多不同的 这个系统里面 他们都有一些 独特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那样 那是他们领袖的风格 领袖这么讲 他们就跟着这么学 所以我们要统一 秦始皇做了文字统一 我们教会现在也要 在这种五花八门的 这种表述里面 去规范我们 大公教会比较正统 规范的一些表述方法 需要花时间 我们规范了 我们去讲道的时候 交通的时候 教导的时候 使用规范的语言 这样的话渐渐的可能会扭转 好转 所以有些基督徒是无意的 习惯的 不严谨的 使用了一些不严谨的语言 就那么表达 有一些是特殊的信仰立场 比如说我就是林恩派的 我就认为上帝对我说话了 然后所以我就这么说 不一样 要区分不同的人 要耐心 不要因为纠正的过程当中 反而造成教会的分裂 然后去理解的同时 慢慢的去教育 重要的不是广 去指责他们错误 私下交流 包括我们统一去教会 你们教会已经决定 走这个方向的时候 统一了 然后大家教育的时候 都统一用语 然后去解释也一样 这样渐渐的去规范 去更新 花几年 甚至一代人这样的过程 老一批人顽固不化的 我用的是 双引号的顽固不化 就是已经这么多年了 老人家了 突然改这种意识上的转变 转变不过来 他自己心理上也接受不住 难道我一直这么信都信错了 然后他就感到不安 我信错了 这个本身就是了不起的 惊人件事情 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他一是他已经固化了 第二他也有防御系统 他不愿意去放弃 他一直熟悉的语言系统 所以他可能会抵挡这种改革 所以要注意这种现象 理解忍耐慢慢改变 所以这个其实一个综合性的 语言的规则 理解他 然后理解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然后规范用语 然后到牧养 这个就引导他 因为毕竟他是在 所谓的寻求神的质疑 引导他 如何正确的理解神的质疑 包括确认这种内在的感受 是源头是什么 是出于神呢 还是我们个人的冲动 还是一种普通的心理反应 和错觉等等 这个也需要去成熟的信仰 去查验 分辨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感受 感情也好 经历也好 梦也好 感觉也好 综合性的工作 做得很好 是的 应该去分辨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智慧了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每一件事情 都很清楚神的质疑 除非是有些明确的 神的话语已经很指示的 有些是灰色的 到底 比如说这个工作 到底合不合神心意 我们从一般圣经的教导和原则 综合来分析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心里还不清楚 到底怎么样 这个是需要智慧 智慧 所以这个不太好 用一般的规律 就是我们定个公式 就一倒就倒出来的 这种事情 这个和基督徒的信仰的成熟 阅历有关系 然后他 有的时候也会错 这种错误的过程 也是要经历的 毕竟我们 吃乌骨杂粮的 仍然残留着罪人的 这样罪性 我们会搞错 所以时刻存着 敬畏战精的心 谨慎的心 免得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凡事要查验 这个事情是需要做的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也答了 还是这个 就是问的问题的焦点 也是有点偏差 这里面说的偶像崇拜 是按照自己欲望的 哄想虚构的 一个符合自己幼稚观念的神 为什么还千年不变呢 我们之前也处理过 偶像崇拜 这种崇拜性 这种宗教性 是人性的一部分 上帝造人的时候 就赋予我们这种特性 宗教的种子 一种渴望 在自身之外去崇拜 某种存在 这种宗教的渴求 所以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处的话 上帝造人的时候 不只是用地上的尘土 还赐予我们生气 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是站在地上 仰望天空 我们在天地之间 具有属天的要素 也有属地的元素 所以我们既关心地上的事情 又关心天上的事 当然这个天 不只是方向性的天 是关心属灵 灵性 精神界的这个层面 所以即便在物质文明的社会 人内心深处 仍然对宗教有一种 无法磨灭的这种执迷 即便是再精英 再高端的知识分子 或者再无神论者 他们内心深处 还是有宗教的需要 只不过他们不肯承认 不肯诚实地承认 在特殊的情况下 他们一定会 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没有一个人纯粹到 绝对的那种自然主义者 没有 因为人这种存在 本身就不是那种存在 人的存在已经 他的性质 物理里面我们说这种物体 物理里面有物质的性质 他这个人本身的性质 人性已经决定了 他不可能抹杀这个里面 上帝放置在他里面 吸引他 唤醒他 让他寻求神的这种宗教的种子 虽然人往往因着眼瞎 欲玩 骄傲或者故意违背真神 去寻找的 以假神代替真神 这种欲望的做法 往往找错 抱错这个佛腿 求错神的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我们人的悖逆 反叛和堕落 欲昧欲玩的缘故 被世界的假神 弄下了心眼的缘故 认贼为父的情况 但是这种拜偶像是不可能 这种现象之所以无法磨灭 是因为人性的缘故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就赋予我们这种宗教性 堕落以后 人就误用这种宗教性 去向其他的假神去投拜 去弥补我们内心当中 失去神的那个空虚 宗教的那个需求 要从别的地方寻找 所以这个是必然存在的 必然存在的 因为人是这种存在 第二假冒伪善的人 本来应当信靠神 去反对等等受造之物 假冒伪善的是天主教 还是包括天主教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加尔文牧师 在写基督教要义里面 他区分一种纯粹的 一种不敬钱的人 不敬钱的人 基本上是抵挡神 或者是说异教徒 总之就是抵挡神 不接受 那么假冒伪善的人 类似于犹太人和天主教徒 包括基督徒里面也有 他们是承认上帝 自认为信上帝 但是他们却陷在虚妄的观念 虚妄的形式里面 这种人称为加冒为善 他们以为自己很倾钱 但是按照自己的习俗 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意识 自己的仪式 去侍奉神的时候 他们以为能蒙生喜悦 然后背后里面 内心当中却隐藏着各种私欲 骄傲 罪恶的欲望 所以他们表面上很虔诚 但是内心当中却隐藏着 其他的罪 他们比第一种邪恶的人 公正式的公开的抵挡神 好像更亲近神 但是他们里面却远离神 去寻求其他的欲望和罪恶 所以在这里面 假冒伪善人 是比起不敬钱的人更进一步 他们是和神保持着某种表面上的 某种来往 犹太人 天主教徒 或者基督徒 这个内容不只是在一卷 在三卷里面也出来了 三卷里面 OK 这个问题我们就越过去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 这个似乎跟我们的权威性 明朗性 充足性 有关系 但是又是有点擦边的 如何看待圣经原文记载 有关超自然力量的描述 因为相信了这个 解释了这个 就可以用逻辑来证明神的能力 圣经 话语 高于目前人所有的认知理性 我不太确认 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 能不能解释一下 你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综合了好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我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就是先解决你这个 超自然和理性的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 就是基督教不凡理性 理性的论证和思考是必要的 无论是信仰前还是信仰后 因为理性本身就是我们灵魂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基督教非常重视人的理性 比起情感 理性很重要 甚至有的时候过激的 这个基督教理性主义都有 就是那种思辨的等等 理性很重要 甚至有的学者说人的灵魂里面尊贵 是因为人有理性的灵魂 理性的 所以理性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认识理性固然重要 但是在论证神的存在的事情上 它有它的短板 之前我也跟大家解释了 逻辑上必然导出 有一位这种存在 一种等等 我们可以说理性论证的这种代表性 历史当中代表性比较经典的 大家就是阿奎纳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关于神的五个存在论证 神存在的五个论证 物理论 什么存在论 道德论 什么 那这个只能论证到 神在逻辑上 需要这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至于这个存在 它是属性是什么 而且我如何笃信不移的去相信它和它交通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就是理性按逻辑推理 可以推理到那种可能性 它还没有办法达到笃信不移 那种神存在 只是当然阿奎纳 有些人误解 以为它是自然主义者 实际上后来研究发现 阿奎纳它并不是自然主义者 它也强调恩典的重要性和启示的重要性 但是它为了当时那种画法 当时的那种学术方法 氛围就是这样 它为了表明等等 它就用了这种逻辑论证 它不认为用这种逻辑论证 必然会带来信仰 这个我们也讲了 人的本性的败坏和堕落 人的理性的有限 然后我们需要重生 需要上帝重生我们 我们才能够认识他 上帝如果不主动启示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够到神的那里 爬到神的那里 所以第一我们要尊重理性 第二我们要承认理性的有限 然后第三呢 我们要知道信仰如何产生的 所以正统的学者们 无论是奥古斯丁也好 就谈到信仰寻求理解 我因着信才理解 因着信我才明白 其实当我真正认识神 是因为我信神 我才能够认识他 敬畏神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 信心因着信 以至于理解 因着信以至于更加认识他 所以这个信仰上的认识论 和我们一般的不一样 一般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和逻辑推理 但是认识神这个事情 上帝必须先吸引我 上帝给我信心 以信他的时候 越信越顺从他的时候 越认识他 所以是有些不太一样 这个需要恩典和超自然启示的因素 那在这里面 你的焦点是 所以咱们不是否认理性的论证 当然理性也很重要 当我们真的去相信神以后 我们向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同样的福音内容 如何去向他阐述 也是需要智慧和方式的 对于一些这个特别是 有理性逻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话 那我们必须以一种 他们的方法去阐述 当然不一定非得符合 他们的前世和逻辑 但是我们也要用一些 适当的方式去向他们阐述 对不对 当然他最终性还是需要 这个超然的恩典的因素 那在这里面 焦点是什么呢 自然的力量 超自然的力量 如何看待圣经记载的超自然力量 如果忽略下面这个经文的话 超自然的力量 圣经所记载的超自然 除了我们根据圣经记载的 目的和场景 来理解那件 那个神迹背后有什么 启示性的意义 圣经的神迹 往往不光是启示 不光是大能而已 还重要的神迹 他具有启示的意义 透过这种神迹 上帝为什么以云柱的方式显现出来 他不可以以其他的方式 为什么夜间于火柱 为什么在西乃山上以雷电 密云 然后为何以大光的形式 上帝每一种彰显 虽然上帝不是密云 上帝不是雷声 不是闪电 但是他向我们显现为那种形态的时候 他有他的考究 他借着这种方法 要向我们传递某种信息 上帝为什么让那个先知 把一颗树枝丢到面锅里面 我们说的什么嘎嘎汤等等 面条汤 解读 为什么什么用那个瓶 有处境的缘故 也有他那种象征性的意义 为什么五饼二鱼 为什么是什么水变酒 为什么葡萄水变酒 为什么是治好虾子等等 他背后他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特别是约翰福音 里面记载了耶稣复活前七个神迹 每一个事件背后就一个讲道 其他福音 我们看到什么祝彭节 祝彭节的时候点火把和灯 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灯 然后复活拉萨路的事件 我是复活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五比二一神迹之后 我就是生命的良 等等类似 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一个 上帝启示的真理和信息 所以神迹 不管是我们认为的是一个超然的现象 惊人的事件 它里面一定要有上帝传递的信息在里面 所以圣经记载的神迹 我们当然是把它当作超自然的现象 神迹来接受 我们不会认为它只不过是这个像历史性的耶稣 历史的耶稣那样的任务 那样的学者 他们觉得这都是圣经作者们神话化的一些内容 所以应该把这些超自然的理解不了的 现代理性不能接受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一些现象都删掉 所谓的去神话化 虽然这是新约历史耶稣研究的方法 那应用到旧约一样嘛 把这些超自然都删掉 那就不是基督教了 对不对 不是基督教的神了 所以圣经起自超自然的力量 我们都接受 当作事实来接受 因为上帝本身是神 无所不能的 他所行的尽都 这个有些是一般性的 潜移默化的 无声无息的 有些事情 他显出一些超然的现象的作为 所以我们应该认证承认 这是肯定的 但是理性关于这些超然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参透的能力方面 理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我们要依赖 不是我们的理性 依赖是启示 透过上帝的启示 我们的理性在圣灵的光照下 做神启示的学生 去认识神 所以这个关系 启示和理性的关系 那关于这个 实际上你其实就是在难为我 拿试经学的内容来问系统神学老师 你真是不断地给我们挑战 加拉太书四章三节里面 其实你纠结的就是 这个这样的原文解经 是不是支持那种超自然的 那肯定的 第一圣经不否认超自然 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看 它到底解经的问题 首先这个 NET就是New English Translation 新英文译本 新英文译本 其中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其实还是以和和本圣经为基础 华人这个里面参与了很多 当然他这里面翻译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就涉及到了 不管是圣经本身传递的信息 和圣经译本的意思 无论是圣经解释 还是圣经译本 圣经原文 圣经原文我不说 超本那个什么 真正的原稿是什么 这个又是涉及到文本批评 等等这个领域 那我们最多能接触的 就是现在学界所公认的 原文圣经是什么 那根据那个圣经原文 我在读圣经原文的时候 根据文法文脉等等解释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的解释 那圣经译本 我们一定要注意 译本就是译本 它不是原本 所以译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将希伯来文好 希腊文也好 这样的语意 转换成我的语言的时候 一定有诠释的因素在里面 它尽可能信达雅 但是它不可能一对一的 完全与原文一致的 百分之百的吻合 因为毕竟不同的语言 特别是大家学了 希伯来文或希腊文 有时候发现 里面蕴含的那个丰富 可能我们的英文 或者是中文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述的那个 或者是我们翻译过来 只能表达某一个单一层面的这个意义的这样的情况很多 因此呢 大家不要过度信赖 我说是迷信 这个某些译本 译本就是译本 就是符里面有诠释 翻译诠释的这个因素 所以它不一定是原文的意思 我讲个例子 就是全年吧 有一个年轻人 也是一个 一个微信群里面 他特别喜欢研究圣经 好的现象 查考一些现代这个比较权威的那些圣经学者的注释 然后去翻译 去自己去准备奖章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就问我 谁告诉人的人有灵 他就问我 我要没学道朔的话 我就被他唬住了 然后竟拿那些英文的这些大师们的注释书来跟你讲 这是比较优秀的青年 不是那不学无数只讲属灵那些青年 但是他又调入到我说的那种危险 就是追随学者的那些最新的学术方式 那其中他就谈到了一个这个原文的问题 我说你再看看原文 不要看经读本圣经里面中文版翻译的那个原文 中文版经文 大家看原文的时候 什么strong那个原文 大家看的都是中文 原文有什么什么意思 然后你再根据翻译中文的这个灵 你去一搜的话 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好像也没有说 神造人的时候有灵 你是根据译文去搜索 和和本圣经 和和本圣经里面搜不到那个灵的单词 但是你根据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话 你去搜的话 你发现创世纪什么二章七节 里面就有这个单词 无论是poshike 还是什么pneuma 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 ruach等等 你就发现有 ruach不只是气息 还有灵的意思 对不对 风灵气息 所以你根据中文里面单一的翻 它没有翻译成灵 它可能翻译成气息 但是气息的原文是ruach 它里面包含灵的意思 那我翻译的是 为什么翻译成气息 不翻译灵呢 这是译者 译本翻译团队 他们有他们的考究翻译的 它不等于原文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根据它的原文 它的翻译文就决定说 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是大错特错了 所以学习原文很重要 那这个翻译也一样 那根据它的译文 我们未成年的时候 受束缚于世界基本动量 这个如果是动量的话 根据英文的话 应该是这个 它是用的是false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解释 但是呢 但是呢 虽然你问的问题是超自然这个焦点 但是我为了帮助大家 更准确的 或者更容易把握一节经文的翻译 或者是它的意思 我们必须看文脉 我们就拿和和本圣经来看 先看原文吧 这个NA28 是现在比较学界公认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版本 这个新约希腊文版本 你学会发表什么 以这个原文为版本的话 是比较公认的 这是加勒太书四章三节里面的出现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词就是这个 Stoikeia 你看它的原文的意思有好多 基本的原则 还有什么元素 什么基本原理 翻译很多 这个就是说它翻译不同的 在圣经里面同一个单词 它翻译成不同意义的这个比率 什么基本原理 但是有的版本 也提到了这个什么 基本的物质的本体 什么基本的元素 还有一些这个灵的 这里面就提到了 这个超自然的势力 掌管兽超自然的力量 所以你发现这个词有很多的意思 虽然很多是被翻译成什么基本原理 还有这个身体天体原理等等 那么这一个词这么多意义 到底怎么翻译呢 怎么翻译呢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咱们去看一下和和本 先看文脉 一个词一定要在文脉里面 去确定它的意义 原文 单单凭原文 不足以确定一个词的意思 为什么 我们刚才也查了 一个词竟然有多重意义 到底采取哪个意义呢 哪个意思呢 要根据画者的文脉来判断 单词要在句子里 句子要在文章里 文脉里面去确定它的意义 所以在这里三章 以前的圣经里面没有章的区分 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谈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谈格里的礼仪的问题 然后他就讲到了礼律 是吧 然后谈到了音信称义的问题 礼律 所以当时呢 律法是什么呢 就像迅蒙的师父一样 二十四节三章二十四节 律法是迅蒙的师父 引导我们到基督里 使我们音信称义 前面谈到格里什么呢 那在那个时期呢 律法是有功用的 像个家谱一样 带着孩子去送他去上学院 去教导他家庭教师一样 但到了一定程度 到了基督来的时候 目的是引到基督里 基督是来了 这个迅蒙的老师就管不了我们了 既然来了 就从不在师父手下了 他就论证什么呢 我们这犹太人 希伯来人 希腊人 无论是什么 在基督里都称为一了 属基督了 然后照着应许成熟产业了 我们所说的成熟产业的业主 然后他就讲到了 孩童的时候 与奴仆毫无分辨 这是常识 孩童的时候 跟奴隶家的孩子一块玩 没什么区别 好朋友铁哥们 长大了 发现他变成主子了 我就变成奴隶了 我得伺候主子 我们古代的这个 清朝的这个电影 也有这样的 是吧 皇帝从小玩大的这些太监 玩得再好 小六子 还是小六子 皇上还是皇上 仆人就是仆人 承受产业的 继承王位的 孩子就是不一样 所以孩童的时候 与奴仆没有分别 都在这个管家的手下 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这是常识 这个是文化背景 只等到父亲预备的时候来到 然后我们 他强调了 前面讲到了一般性的文化现象 是结合前面 用这个文化现象解释 律法是迅蒙的师父 然后引入到主题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也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下 也是如此 这个类比了 前面是这样 奴隶和主子 孩童的时候 被师父手下管理 到了时候 就脱离了嘛 这前面就脱离了嘛 就不在师父手下了嘛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也是如此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 神的儿子 神差点的女子所生 就生的律法 就把律法熟出来了 叫我们得到儿子里面 曾经在什么下 现在在另一个下 曾经在师父和管家的下 现在又进入到 不再做奴仆 乃是做儿子 乃是做儿子和基督 从做 后此不是神的奴隶 而是什么 儿女嘛 承受产业的儿女嘛 所以我们发现 保罗重点强调的是 曾经在律法 那种礼仪下 受教 暂时被限定在那种 启示的进程 启示的进程 和上帝救赎史 救赎那个历史阶段的时候 上帝用那种方法去迅蒙 教导以色列人 今天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 虽然是好像头晕目眩 看到有些蒙圈的这样的内容 杀牛仔羊 立威记等等 但是当我明白 其中意义的时候 那种礼仪 那种形式里面 所蕴含的救赎 恩乐 代赎 恩典 信心 赦罪等等概念 称义的概念 你就明白 那些借着那种形式 就像我们主日学校老师 给我们画的那些 这个漫画一样 给我们用的那些教学工具一样 那些手工作品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 等我们读了初中高中的时候 谁还会用那些什么 小棒棒啊 小棍棍 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读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用那种学算术嘛 我们自己做 用那种柳条 做的不同的那个棒棒 捆成一捆 十根一捆 五十根一捆 来学数字 所以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让我们摆 一就拿出一根棍 然后二拿出两根棍 三 数字对我们一开始没有概念 但是透过这种看得见的 一根棒两根棒 然后加在一起 我们对数字渐渐概念化 最后脱离这个棒子 我们直接就可以知道 什么是一 什么是二 什么是三 一加二等于三 在小的时候 用那种方式 辅助我们的理解力 我们去学习 但是到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脱离他的拐棍 所以在那个时期呢 我们可能是受割礼 但是基督已经来了 背起那个礼仪律了 所以无需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重点 孩童时期 对比的这个世俗小学之下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在世俗的小学之下 保罗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如果你按是一些世俗的原理 或者初级的原理来翻译 整个文脉就通顺 但是如果你翻译什么一些 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这个就违和 有一些违和感 所以圣经翻译 不只要确定原文文法 还要按文脉 画者的这个谈论的主题 这个脉络里面 这种翻译 与这个画 谈论的主题 是不是很自然地融合为一体 也去简然我们的翻译 所以 世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功夫 那实际上 你可能纠结的这个超自然 圣经支不支支超自然 透过解禁 圣经肯定是主张超自然的 对不对 神就是经常做神迹歧视的 道成肉身 童真女怀孕 复活等等 救赎都是超自然的 圣经肯定是超自然主义 不反对 所以无需用圣经经文本身 比如说这种类似于 这种解释来导出 不必要 但是 圣经是支持超自然 但是这个解经 如果按照这个翻译的话 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 太牵讲了 不符合保罗 我们 大家学世经法的时候 肯定也会谈到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交给丢给 世经学老师 你们世经学老师是谁 其实这么看来的话 这样翻译的话 就有点莫名其妙 世界的基本动量 和保罗所前面说 那个孩童说为奴仆 师父下 迅蒙的师父 这个师父 对应的是那些礼仪的形式 然后我们也是 然后这些基本的原理 是更通顺的 但是变成超自然的力量 和这个形成这种对照 就违和了 不自然了 这个问题 我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就是关于一个人 如何才能信主的问题 可能在其他的国家也一样 美国也好 其实现在中国也好 中国虽然政权 是这样的唯物主义 其他国家一样 在韩国也是基本上唯物主义 为主流 再加上一些萨满教 民间的迷信等等 但是学术界 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进化论等等 所以中国也一样 那这些经过唯物主义 自然主义洗脑的人 他们的世界观 是跟圣经的世界观 是不一样的 我用我的形容 是残缺的世界观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 只是现象和物质 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是一定是一半的 残缺的 因为看不到 超自然那个成分 那个层面 所以他们在思考的时候 也是刻意去排斥 当然 而且他们的判断权威 最终极的权威 是我们自己的理性 所有的论断 所有的东西 要经过我的理性的 推理逻辑判断之后 我觉得我的系统里面 能够接纳它 我才接受这个事实 这是一个正常的 我说的正常是 这个知识分子 这个如果他是逻辑 前后一致的话 往往是很多是 前后不一致的 正常的人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自然的人 一个自然主义者 这样的话 他会这样思考 所以像这样的人 怎么去传福音呢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非得 让上帝辅救他的逻辑 因为一旦辅救他的逻辑 第一 上帝就不再是上帝 第二 即便符合他的逻辑 他也不一定信 因为真正实 一个人信与不信 不是取决于这个自主的人 他搞明白了 他愿意相信 这个是我们错觉 真正一个人相信 是上帝开启他的心窍 所以超自然恩典的必须信 光照他 以至于他折服了 摧毁了他的思考和判断 甚至有的时候还没摧毁 他就莫名其妙的 他就先信了 他也搞不懂 这个事情根本想不通的事情 他就信了 相信事情 为什么相信人 他心里面就相信谁 所以这种信 不是合理性的信 因为不合理才相信 所以他信了 后来学习的过程当中 发现基督教有他自己的逻辑 有他自己的 所谓的自己的是 和我堕落的 那个有限的逻辑 是不通的这个逻辑 但是基督教不是不合理 而是不合乎我的理 是吧 所以你不要试图 总是试图去说服 这个堕落的人的理性 让他做出决定 向神迈出上帝 然后决定信上帝 这是不可能的 就等于期待石头 这个里面生出孩子 期待这个 是岩石里面流出蜂蜜一样 所以期待这种不可能性的人 因为是罪人是死人嘛 我们罗马书一章里面 谈了太多了 所以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需要恩典 但是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也可以去警示嘛 用不违背圣经的 这样的教导 和我们对一般 自然科学的知识 哲学也好 社会也好 各种知识 去解释基督教的特性 当然有一些东西 基督教必须不可能否认超自然的 或者奥秘的 那这个部分就像你现在所纠结的神迹 一方面你要强调理性 另一方面你又要维持神迹 但这两个碰撞的时候 一定是出现一个问题的 我们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理解超自然的 只能接受 理解不了 所以最终还是归结在信心 所以你谈的时候 跟他谈的时候 可以去谈基督教的合理性 和他的教导超越我们的理性 那个超越性 他不是迷信 是一些不懂文化的人 自己迷信相信的 一些不合理的 硬自己硬相信 预化自己那种性 而是讲基督教里面讲的都是符合科学 符合真科学 不是符合伪科学 而且还超越科学 因为科学有限 他所研究的范围只是现象界 甚至现象界的里面也是非常有限的部分 有些超越的部分 信仰和神学是范围是超越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留意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第一要承认理性的有限 第二是当理性和神迹碰撞的时候 一定要理性一定要谦卑 但是谦卑是需要神的恩典的 不然的话 然后再也就是一个人信 是因为他有了恩典 他才能够信 不是因为他自己想明白了他信 现象上可能看他想明白了 但是实际上单凭他自己想 是想不明白的 谁能想明白一个童女怎么生孩子 死了的耶稣怎么能救我们 死了以后怎么能复活 三一上帝呢 所以天堂地狱 这些事情是永远不可能用我们逻辑 想法想通了 然后基督教真的是值得信 我信吧 这种现象不存在 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是这样信的 所以都是因为背后上帝特殊的恩典 领导他才相信 当然福音的预工我们需要跟这些知识上丰富的逻辑上强的人 我们必用 我们如何去尽可能去跟他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沟通 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去学习各样的知识和装备 但是即便如此保罗警惕恐怕我传福音给你们是用高言大智 因为传福音叫你们信的乃是在乎神的大能不在乎人的智慧 所以保罗他虽然精通哲学 他在当时是非常厉害的知识分子 跟那些拉比那些犹太拉比和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们在广场上公开辩论他都不逊色 他是很卓越的这样的修辞学者也好 这个哲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 都不差 但是他跟那些哥林多所谓的希腊哲学比较昌盛的经济比较富饶的 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 我宁可只谈基督并他丁色家 你们这些追求神迹的犹太人 你们这些追求智慧的希腊人 我对你们就讲耶稣基督并他丁色家 所以犹太人福音是半角色 对希腊人福音是欲拙的 叫那些无有的信 好让那些有的骄傲 叫那些愚昧的人信 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愚主 所以上帝就喜欢用这种 叫人认为愚主的道理去拯救人 所以这个是奥秘 上帝故意这样做 所以需要的是信心 不是需要聪明的头脑 想通了以后才才信 所以我们这个要综合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关于中国教会 歧视见证神迹 祷告的力量 圣灵的力量存在 是不是可以通过归结 总结 归纳出城 所以我就觉得你的这个逻辑 有点问题 你在论证一个事实 已经是事实 何必要论证它呢 就像我们在论证 我们面前已经有一头狮子 老虎 我在拼命论证有没有狮子 有没有老虎 神迹本人就存在吗 超自然本人就存在吗 为什么非要去论证 这个已经存在的事实 再有一点我要强调的 唯物主义者也好 所有的人性 深层 其实都是超自然主义者 没有人否认超自然的存在 骨子里面 良心里面 不是我们的理论和头脑里面 人的本性都相信超自然 不相信你看看那些 所谓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为什么去供 妙 算卦 如果是纯粹自然 他们真正是唯物主义者的话 我会酿 但是他们骨子里面 都是渴望一种 在自身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 介入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每个人都是超自然主义者 为什么是超自然主义者 人是有灵魂的 灵 对灵界的事物是有感知的 对不对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对这种永恒 超然的事物 有这种感知的功能 在昏昧的人 他也对超自然有一种敬畏 虽然他不知道 这位是基督教里面讲的 耶和华上帝 还是什么安拉 还是其他的 但是他总是冥冥之中 对这种超自然的某种存在 有一种敬畏 或者是惧怕 所以超自然不需证明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跟他这样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在古代近东那种时代里面 没有必要跟他们 像我们现在 神是谁 神存不存在 无种论证 神是必然存在的 跟他们不需要讲废话 因为他们中间中 没有无神论者 大家都是有神论者 只不过是败的各种假神 不同的神明而已 对于经过这种理性主义 和近现代自然主义 科学主义的影响下 我们自然为自己是唯物主义 反超自然主义 本性里面 古字里面 人都是神的形象 不需要跟他证明 超自然的存在 本性当中就知道 超自然存在 所以在改革宗的护教学里面 有一种是古典派方法 叫做证据派 代表的是RC-SPRO 它就是古典的 代表的是铁证代判 尤子银那一派 还有一派叫做 这种前提派论证 像范泰尔等等 前提派的论证呢 当然不是完全否认那种 古典派的论证 那他承认的需要 但是他强调一点 人是有灵魂的 人是有神的形象样式的 我们在宣布的时候 灵魂就能听神的声音 当然这里面说圣灵的工作 就是我们没必要非要证明 迁就他的那个堕落的理性里面 形成的某一个虚假的思想系统 然后迁就他去证明给他看 用着他能接受的前提区 逻辑去论证 说基督教符合他的逻辑 但是真正基督教符合他的逻辑 那个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 而且真正符合他的逻辑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信 因为他他所信的那个 只不过是赐予他理性权威的 次等的东西 把上帝交在他的理性下 经过他的批评论断以后 他才说OK我接受你了 那样的上帝不是上帝 真正的上帝是在他里面的理性 理性是他主导判断决定 一切事物的最终权威 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信仰是人所有的骄傲 所有的理性破产 降伏在神的下面 接受用信心 接受神的启示 我是主的仆人 我在这里 仆人静听 主请说 这是信心 信仰 所以信仰的转折和我们 所以我们大家里面这样努力的 背后的前提是 我们已经有一个不太健康的观念 就是接受了那些不信的人的观念 就是理性是最高的判断 我们不否认 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高的判断 但是你按照这个前摄去做的话 你就把自己给毁掉了 自杀了 基督教你不去迁就他的逻辑 辅救他 然后最后他在判断 他像主一样来判断耶稣 把他拉到耶稣 审判耶稣 耶稣值不值得信 是不是神的儿子 要不要信 然后最后他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信我信 那他所信的那个不是主 他所信的是 经过他主 他的理性判断之后 赐予他理性 符合他理性逻辑的那位 耶稣那个福音 那个不是基督教 所以这种信仰 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当试图 接受这种逻辑去 处理福音的时候 已经自杀了 你已经否定了自己的信仰 所以不必要这样 认识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然后认识对方的思想 结构和有限性 我们适当的范围去 跟他 尽量给他解明 但是我们更盼望的是 我们不是指望他想明白了 他选择耶稣 而是耶稣施恩给他 点化他 让他欲丸的心智 能够被神光照 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 哪怕是不符合他的理性 所以想明白信仰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认识对方的时候 你再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不至于把自己 陷入到对方的逻辑里面 这样的话 你自己就跳不出来了 你要证明福音 结果接受他的逻辑 在他的逻辑里面 跟他打了打去 已经自杀了 已经抛弃了自己的 所相信的真理 不是这样 而是去救他 所以虽然有一些 共同的知识 我们可以去沟通 但是我们前涉 是更深层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盼望以后 我们以后会有 这个护教学 更深地跟大家谈 感谢观看